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20日星期二的第二節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昨天有一家媒體揭發 原來特區政府 從2014年到2020年期間 一共向美國的遊說公司 花了8400萬港幣 在美國政界進行遊說的工作 其中包括 要遊說美國政界 拉倒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但是似乎收效甚微 第二宗消息 林鄭今天去了海南島出席博鵬論壇 她在接受央視訪問時說到 說有西方媒體和外國政府 藉著人權問題來批評中國 目的就是為了圍堵中國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 特區政府怎麼花了8000多萬的冤枉錢 根據 網媒 HKFP的報導所說 特區政府在14-20年期間 透過香港貿易發展局 向美國的遊說公司 給了至少8400萬港幣 請了包括 前美國國會議員在內的政治稅客 進行遊說的工作 以及安排 跟美國政客回眠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在回覆媒體查詢時 就說 香港駐美國的經濟貿易辦事處 一直跟美國的各界 保持著恒常的聯繫 就著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而言 香港駐華盛頓的經貿辦事處 一直都有透過不同的渠道 向有關人士及機構 解說香港的情況 積極澄清部分人士的誤解 和糾正錯誤的報告 尤其是對於一些誤解 和不實的情況 HKFP的報導就說 代表特區政府的政治稅客 在2014年底 至2019年的9月期間 至少有六次在華盛頓 和美國的政客回眠 討論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根本上大家都知道 這條法案到最後 幾乎是全票通過的 在眾議院裡 只有一票反對 可以肯定的就是 8400萬 可以說是跟 丟進了鹹水海 沒有分別 因為那個效果真是極低 這個就是從結果來推論 當然就是 你花了那麼多錢 然後得來的效果就是 那麼微的時候 到底這些算不算是浪費公帑呢 就算不是浪費公帑 這筆錢如果放在香港本地使用的話 至少可以是更加善用 我很好奇 目前 香港的立法會 只剩下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他們就著這件事 究竟有什麼看法呢 是不是要出一句話呢 之前他們就說 泛民只是搞政治 不理民生 現在特區政府 花了8000多萬 這些冤枉錢 究竟他又在搞政治 還是搞民生呢 是不是起碼要督促一下 特區政府在往後 不要再花那麼大筆錢 去請那些美國的 遊說公司 是不是沒有必要 是不是沒有什麼效果 身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實在就是有職責來監督特區政府的財政開支 如果這樣都不出聲 被人當作忠誠的廢物就不好了 好了 特區政府花了這一筆錢 其中一個想做到的效果 就是拉倒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條法案 獲得了大比數通過 後來美國政府又對於 有些特區政府官員 進行了制裁 我們又可以看看 當時 那些官員的反應是怎樣的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慧就說 美國的所謂制裁 簡直是自欺欺人 對他而言 不痛不癢 毫無影響 毫無意義 另外 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 有國家作為強大後盾 他是不會被嚇倒 美國的制裁會是 屠勞無功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就說 外國制裁對他來說 毫無意義 行政會議召集人 陳志思就說 美國的制裁對香港經濟 是完全沒有影響 美國的做法是表態多於實際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就說 美國對中港官員實施的制裁措施 對香港金融 幾乎是沒有影響 好了 大家都異口同聲 美國的所謂制裁 是毫無意義 毫無影響 好了 引申出一個問題 當初大區政府叫貿法局 去花那麼多錢請 美國的遊說公司 其中一個遊說重點 就是要拘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但是現在似乎出來了 每個人都說美國的所謂制裁措施 是毫無意義 毫無影響 那就真是會令人感到奇怪 當初扔那麼多錢 去做遊說工作 原來 這條法案都毫無意義 那到底值不值得花那麼多錢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林鄭 出席博物論壇的時候 接受了央視的專訪 他就說 西方媒體和外國政府 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和批評 目的就是要圍堵中國 他說早前都很用心去反駁西方的批評 後來就發現 他們是有偏見的 而且另有目的 難以改變到他們的想法 因為外國政府 以往都能夠忍受到 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 但是現在中國強大起來了 外國心裏不舒服 要找個藉口 就說中國是不尊重人權自由 林鄭就說 會繼續反駁外國的批評 同時就要加大力度 做好本身的事 他就是掃諸眼紅論 外國政府 無非是眼紅中國強大起來 但是這些掃諸動機的說法 究竟站不站得住腳 以前毛主席的年代 不要說大陸的報紙 連毛主席自己 都寫了很多文章出來 批評美國 又說美帝國和其一切走狗都是紫老虎 這樣 難道又掃諸動機 就說毛主席當時 就是眼紅美國強大 不是這樣說的 是吧 你也要檢視一下 究竟那個批評本身 是有沒有道理的 林請就說 外國就是找個藉口 中國不尊重人權自由 即是在林請的眼中 中國就是非常尊重人權自由 不知道 究竟他的人權 或者自由的涵意 是不是跟西方的普世價值不同 可能是也不奇怪 可能他眼中的人權 和自由 就是在說溫飽權 因為這個是 外交部前部長唐家旋 都公開說過 他說中國的人權 是最好的 因為中國人權 那個涵意 其實就是 講 十幾億人民的溫飽權 不知道在林請眼中的人權 定義是什麼 他就說 立法會正在這裡審理 完善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工作 希望在5月底前通過法律 其後就可以開始籌備一場 公平公正的選舉 只要候選人符合愛國者治港 就歡迎不同意見和立場的人士進入立法會 其實現在開始陸續有些風聲 跑了出來 就是什麼 那些貌似中間派的前民主派人士 比如說迪志遠 湯家驊 或者李華明之旅的人 爭王城志未出來說話 就說 這個 立法會仍然是有作為的 呼籲民主派去參選 可能他們就擔心 立法會會變成所謂的清一色 但是我就覺得 他們是不需要太過擔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看到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 其實他就 沒有為參選落閘的 而且他對參選應該也是持有一個 相對開放的態度 到現在他還是要聽一下 黨內的意見 但是民主黨內的意見 很多人都說 要寸土必爭 要參選 所以民主黨到時真的參選也不奇怪 但是 到他參選那一刻 究竟市民還當不當他是民主派 那就另作別論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